近期宜蘭县接获家庭腹泻群聚事件的通报有增多趋势 依据了疾病管制署症状通报系统腹泻监测资料显示 今年至今全国共130件的腹泻群聚事件 检出病因以诺挪病毒为主 诺挪病毒的传染力极强 主要透过粪口传染 容易在季节交替的时期流行 感染症状以嘔吐较为明显 最近过完年以后 其实蛮多家庭巨族都有发生 腹泻群聚的一个现象 继我们的採检都是诺挪病毒引起的 诺挪病毒引起 它终于引起嘔吐腹泻的一些症状 它的传染性是很强的 尤其是在秋冬交替的季节 它的好怕性是很高的 卫生局表示首部的卫生 是预防病毒性肠胃炎最经济 而且有效最容易做的方式 正确的洗手步骤包括取噪 搓揉 沖水和擦干手部 大约需要40到60秒 是酒精所不可以取代的 民众除了防疫以酒精干洗手之外 在犯前便后以肥皂以及清水 要请洗手 特别呼吁民众一定要记得肥皂请洗手 戴口罩 那犯前便后就是要用肥皂来就是正确的执行洗手的一个措施 那要记得要搓揉40到60秒才会完整的把病毒给它就是做一个消除 那另外提醒因为去年新冠的一个部分 大家很习惯用酒精做消毒 其实酒精对诺罗病毒的一个效用并不是那么好 所以请提醒大家 还是我们要用肥皂洗手 才能比较把我们的病毒能够给它确切的给它消灭 另外为了确保饮食的安全 切记洗手分高低五个原则 也就是食物要新鲜 用餐以及调理食品之前要洗手 伸手食要分开 要高温烹煮 要低温保存的五个药菊 以降低食品中毒的发生风险 宜蘭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导